9月17日的时候,你会留意到,或者上个星期又开始见到在不同的城市,不同的省,不同的州,不同的国家 COVID-19测试而感染到COVID-19的人开始增加 所以在北美洲,即是加拿大和美国,而欧洲也更加是对这东西敏感的 就是说会有第二波很快会来了 在《迎光幕》这段新闻,它说世界卫生组织WHO是一个很严重,very serious situation unfolding 而可能在欧洲那边会有一些targeted lockdown,即是说政府将会再叫它自己的人民 不要出街,不要上学,不要上班,留在家,自我隔离,或者强制性隔离 9月18日我看到在加拿大Global News,它有一个survey,是Ipsos Read做的,是帮Global News做的 访问了1000个加拿大人 其中有75%同意,如果真的有第二波来的时候,加拿大应该再有一个lockdown 在同一个survey,9月18日Ipsos Read帮Global News的同一个survey survey了1000个人当中有76%是相信真的会有第二波second wave来 而还会是在它自己本身居住的社区里面会有second wave 即不是说另外一个省份,另外一个城市,而是我自己的邻居,我自己居住的地方 我自己本身是会有危险,是会有第二波的 即是其实这件事是很严重的,加拿大人真的觉得将会有第二波来临 而亦同意如果要留在家隔离的话,他们会愿意做这件事 而在同一个9月18日Ipsos Read帮Global News做的survey里面访问了1000个人 有64%同意他自己本身是很关注他自己本人会不会感染到COVID-19 有20%是strongly agree,有44%是somewhat agree 加上就是64%是觉得自己本身很关注自己会不会感染到COVID-19 接着这一段又是回答朋友的问题 你问我现在的股票怎么看,你讲了两个礼拜了 你没有告诉我你拿着哪一只,或者你是赚钱还是虚钱 但是我想再提一提你,就是现在全部vaccine的股票都是很volatile 譬如Moderna在这个萤幕,你见到9月8日那时 他出了好像一段坏消息,令到他的股票跌了一点 这个图是9月8日至9月11日 坏消息出了之后,他慢慢浮起 另外一家公司AstraZeneca,9月8日出了一段坏消息 你见到那天的股票马上跌了,但之后有人入货 我不知道为什么,或者他们知道的资料 和这段新闻发布的消息有些出入 但之后9月12日,我们就听到AstraZeneca 他会继续他的疫苗测试 你和我也不知道究竟是否因为有些人已经知道 一定会resume testing,所以他趁低的时候买回 我没可能估计到这件事 但是你和我大家都知道,现在就是vaccine stocks 全部都是看新闻而炒卖的 当有好消息出的时候,他就会升 然后他升了两天之后会跌 因为那些人会take profit 或者另外一家公司会出好的消息 那些热钱就由之前那家公司 就跳去最新的那家公司了 这段新闻9月8日,说美国和欧洲的药厂 大家一起同意,会将他们成功研究了的疫苗 会分享给全世界用,这是一段好消息 之后CNBC报道,每间药厂能够生产疫苗的能力 我自己估计,比如Visor, AstraZeneca,或者Novavax 它说自己可以生产多些疫苗 即是说可能会吸引到多些订单去买他的疫苗 可能因此他们的股价上升的机会是会高些 但你要记住,Fort volatility其实是很高的 这些全部是炒股 而现在萤光幕你看到的 就是这几家药厂在2020年 由7月开始,去到12月 去测试疫苗,不同的阶段 有些人也会看着这个 schedule 去留意下有什么消息发布 还有估计如果是有好消息的话 即是说下个星期就轮到 哪一只股票会飙升 那他就可能会入货了 这些全部是speculation,是估计 没有人知道,除非你有内幕消息 所以你要非常非常小心 那我和你简单提一提这几家公司的名字 萤光幕见到的是AstraZeneca代号AZN 留意下他股票的走势 接着是BioNTech代号是BNTX 你也可以留意下他股票的走势 之后是Visor PFE 留意下他的股票的走势 这一只是Moderna MRNA 留意下他股票的走势 这一只是Merk MRK 留意下他股票的走势 这一只是Johnson & Johnson J&J 留意下他股票的走势 我自己最喜欢这只Novavax NVAX 不知为什么 可能纯粹是我自己的personal bias 那他的股票真的升到很高 现在跌下来 我没有任何消息 不知道究竟是Visor PFE 会成功还是不成功 每人都有一些gut feeling 我觉得这只可能会做得好 但是我想告诉你 我现在是没有任何钱 放入这只股票里面 如果我将来真的买任何一只股票 我都会是短炒 因为他有good news 我纯粹炒他的good news 之后我就会take profit 在我心目中 所有这些股票都是speculative 接着这只是Sinovy Aventus代号SNY 留意下他股票的走势 这只是GlaxoSmithKline GSK 留意下他股票的走势 那既然你知道我已经提醒了你 所有这些研究药苗的公司 都是在炒消息的话 那其实在这个sector里面 有没有一些比较sure win 其实有的我找到的 我现在就跟你说了 9月17号的时候 你会留意到 或者上个星期又开始见到 在不同的城市不同的省 不同的州不同的国家 COVID-19测试 而感染到COVID-19的人开始增加 所以在北美洲 即是加拿大和美国 而欧洲也更加是对这个敏感的 就是说会有第二波很快会来了 在《迎光幕》这段新闻 它说世界卫生组织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 是一个很严重 very serious situation unfolding 而可能在欧洲那边 会有些targeted lockdown 即是说政府将会再叫他自己的人民 不要出街 不要上学 不要上班 留在家 自我隔离 或者强制性隔离 9月18号 我看到在加拿大 Global News 它有一个survey 是Ipsos Read做的 是帮Global News做的 访问了1000个加拿大人 其中有75%同意 如果真的有第二波来的时候 加拿大应该再有一个lockdown 在同一个survey 9月18号 Ipsos Read帮Global News的同一个survey survey了1000个人当中 有76%是相信 真的会有第二波 第二波 而还会是在他自己本身居住的社区里面 会有second wave 即是不是说 另外一个省份 另外一个城市 而是我自己的鄰居 我自己居住的地方 我自己本身是会有危险 是会有第二波的 即其实这件事是很严重的 加拿大人真的觉得 将会有第二波来临 而亦同意 如果要留在家隔离的话 他们会愿意做这件事 而在同一个9月18号 Ipsos Read帮Global News做的survey里面 访问了1000个人 有64%同意 他自己本身是很关注 他自己本人 会不会感染到COVID-19 有20%是strongly agree 有44%是somewhat agree 加上就是64%是觉得 自己本身很关注 自己会不会感染到COVID-19 好了 既然你知道了这件事之后 那你怎么赚钱呢? 屎会些 因为始终这个字幕 是教你怎么赚钱的 健康当然最重要 既然你和我大家 现在大部分的加拿大人 都觉得第二波是来 而是同意需要隔离 而是很关注自己 会不会感染到COVID-19 那就是说你和我都很想 去做一个COVID-19的测试 想知道你和我究竟 真的有没有感染到COVID-19 那在这个情形之下 有四间公司是做test kits 测试剂 等你和我可以知道 究竟有没有患到COVID-19 这四间公司分别是 Thermal Fisher Scientific 代号TMO 跟着是Roche RHHBY 跟着是Hologic HOLX 跟着是Laboratory Corporation of America Holdings 代号LH 给你看看长线少少的图 这个图是Thermal Fisher Scientific 代号TMO 是由2020年1月1日 到现在9月18日 上个星期五收市的走势 你看到它是一路一路上升 因为测试剂 Test kits 很多政府是买了不同公司的测试剂 Test kits 所以他们一路是有生意的 而如果将来的一个月更多人关注这件事 可能他们会卖出更多的Test kits 測试剂 而令到他们的盈利会增加 而令到他们的股票会再上升 这就是Roche Holdings 代号RHHBY 这就是Hologics HOLX 这个是Laboratory Corporation of America 代号LH 即是说如果你同意做疫苗Vaccines的药厂的股票 波幅Volatility 是因为好消息和坏消息影响得太厉害 而你和我都没有能力去可以预测的话 那不如我们顺着市场的走势 顺着加拿大的人民或者美国和欧洲的人民 他们的想法就是说有第二波来了 我想知道自己会不会感染到 那我要去测试 那我们自己或者我们的市政府 或者我们的联邦政府 或者我们的省政府 就会和每一个生产Test kits 测试剂的公司去买测试剂 Test kits 而因此他们的股票就会升了 那所以今个星期 我就第一次和你提这四间公司 这个星期就和你新介绍这四只股票了 那加拿大有没有公司做测试剂的? 那在这个画面我尝试找少少关于这类的资料 我暂时未找到一间加拿大的上市公司 那但是我找到一个加拿大的 Authorized medical devices for uses related to COVID-19 有一个list of authorized testing devices 一些加拿大政府认可了的测试剂和测试工具 那些中英文翻译得不太好 Authorized testing devices 那如果你自己有兴趣的 你可以去我的facebook page 找到这个link之后 或者你直接打这个google search keyword 那你就可以看到这些公司 未必从一个投资的角度去买它的股票 因为我不相信它们是publicly listed companies 那但是起码你知道 原来加拿大都有公司是做测试剂的 这样的